丁萱姬牌談新開幕喔 來喔來買雞排唷 買雞排還送你紙袋給你帶回家喔 現在四個年代怎麼還會有百次在這邊賣雞排 你是跟那個家伙記者吧 可憐可憐他要去買半塊好 欸老闆 半塊雞排 半塊雞排喔 欸老闆娘 半塊雞排喔 老闆娘 老闆娘在哪 老闆娘在這裡啦 喔 唉呀 可是最近剛失業 我在裡面好像沒什麼錢 欸 欸 你沒有錢還能跟我買什麼雞排啊 欸 不行嗎 不然你打我啊 欸 老闆娘打你啊 欸 小子啊 我看你還蠻會講話的 想不想當直銷啊 直銷 直銷你幹嘛啦 直銷 直銷你騙女生啊 騙女生 欸 這我很需要 趕快教教我 唉呀 你知道 這個騙女生啊 就是要用道具 道具 是什麼樣的道具呢 唉呀 這裡人這麼多 不好意思 掏出來給大家看啊 唉呀 都是雄仙啊 趕快掏出來給大家瞧瞧啊 先別說這個 我這裡啊 有一本安逸入門 來 一本五元賣一點 安逸 喔 安逸 有沒有是你嗎 安逸 難道我前妻又回心轉頁了嗎 等一下 我跟你根本就沒有感情 怎麼會有關係呢 這就是我前妻對我說過的話 你不要對號入座啦 這裡沒有人要傷害你啦 這也是我前妻對我說過的話 唉唷 你前妻到底跟你說過什麼 對啊 你全部一次全部講出來 不然我們一直踩到雷啊 那就 你為什麼要傷害我啊 沒有感情怎麼傷害 你為什麼要出賣我啊 其實我們要出賣你的意思啊 唉唷 過去的人就讓他過去啊 這樣才會有未來啊 不對 這就是我前妻對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唉唷 好啦 反正啊 我們這個安逸不是你的安逸啦 這個安逸啊 現在教你怎麼賺大錢 賺大錢 對啊 像我啊 這裡剛好有一批新的維他命 一般人啊 過了60秒 就減少60秒的壽命 嗯 吃了這個啊 過60秒 只減少一分鐘啊 太划算了吧 對 這個才買五元 你可以賣到五百元 喔 可是 生命再怎麼長 還不是乳蛇一條 還是 適合這個維他命 就能構成都敏俊 唉唷 如果你真的想當都敏俊啊 去美國可以當ET 去中國可以當長江七號 去背就能當星星寶寶 要說你來這外太多 也沒有人會反對啦 喔 所以 只要給你買五塊錢 然後可以賣外面的人 五百塊 唉唷 不可能不可能啊 我這個雞排攤啊 那鍋子啊 把這個往下一插 朱朱有20公分的深度 這麼深的油啊 也只要一百塊 又怎麼可能比維他命還便宜啊 唉唉唉 你不要聽他亂說 你看這個雞排老闆 你附球專要 腦袋裝帳弧 肚子裝臭屁 等一下講話 一定還口急 唉唷 你怎麼這樣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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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口急了吧 你怎樣 你放屁啦 唉 我 我 唉唷 我 唉唷 我怎麼放屁啊 什麼 你在火爐面前放屁 完了 又不用這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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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